大家好,欢迎来到GTOP,我是发特张 这期咱们聊一部古装剧 1999年由胡梅指导 刘和平编剧 唐国强、焦黄等主演的历史剧《雍正王朝》 本剧改编自作家二月和的历史小说《雍正皇帝》 当年正版盗版加起来估计卖了得有几百万册 庞大的书粉规模 跌宕精彩的故事 入股传神的表演 成就了《雍正王朝》的经典地位 播出时收视率一度达到16.7% 门道与热闹兼具 同样是刘和平编剧的《大明王朝》1566 因为拍得过于深度 收视就惨得一批 康庸前三朝被认为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盛世 其中康熙与乾隆在位时间俱长 均超过一个甲子 而甲在中间只当了13年化世人的庸中皇帝 明显存在感不强 而他身上却极富戏剧性 从上位到生死都扑朔迷离 作为史上最劳魔的皇帝 换来欲磅相伴 有人说他是魔鬼 刻薄寡恩 残暴无情 有人捧他为超人 号称帝国最强忠心之主 为乾隆的执政打下坚实基础 是非功过任人平说 无论是保是贬 起码说明雍正绝不是个平庸的皇帝 为后世的创作者提供了大量演绎空间 雍正王朝热播还有个时代因素 1999年改革开放刚刚跨过20个年头 改革进入深水区 各种棘手的内部矛盾爆发出来 再加上国际形势风云突变 雍正皇帝作为锐意改革者形象 登上银瓶必然引起时代共鸣 所谓改革永远在路上 剧中一系列事件 现在看起来都很有借鉴意义 就要说明的是 电视剧毕竟属于一书创作 不是历史纪录片 为提升可看性 电视王朝里免不了有不少演绎改写的成分 所谓历史证据 并非是照着史书分毫不差的眼 世界上没有这种电视剧 历史证据是指主题与创作态度正向严肃 对历史细说但不细谑 下面的讲解中 我会在必要的时候结合史实进行讨论辩析 让同学们更加全面的了解 雍正的奇人奇事 让我们开始 这和一个故事的奇笔定调子是很重要的 二位和的小说是从谋士乌斯道 在扬州遇见斯阿哥应征开始 唯唯到来齐情慢意 而聚集更加直接 电闪雷鸣之间 前京宫的王座前一片肃杀 康熙帝拿着念珠若有所思 同时太子应仁 抱着一个叫郑春华的嫔妃啃在一起 两个镜头交叉剪辑 很有点政治惊悚剧的意味 争夺权力是任何一个大组织的永红话题 在封建王朝 皇位就是权力的塔尖 其中最关键的一环 是皇位的交接 雍正王朝的前半段 即表现历史上有名的九子夺嫡 也就是谁当皇帝的问题 康熙帝抬头看了看旁边的匾额 表证万邦 甚觉身修私勇 红服无点 无清明事为难 大体的意思是 修身已做好各国的表率 对老百姓的事要重视 如此才能设计绵长稳固 现在让康熙头疼的就是一件民事 黄河又又又绝口了 奏章上写的特别严重 黄泛区的人民流离失所 急需政绩 在古代治水是天大的事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野母 动不动就泛滥改道 栽旧的怎么样 关乎民生民心 甚至是皇权合法性的考验 大一统国家的统治者 要担负无限责任 不能像诸侯国那样甩锅 太子放下美人 匆匆赶来 面对父亲的质询 为保持政权稳固 中国王朝大多采用敌长子继承制 殷仁安齿序排行老二 却是太后所生的敌长子 两岁被公开策立为皇太子 可谓根正苗红 不过也有例外 比如康熙帝玄业就不是敌长子 而是奉赵继位 除了能力出众 很大原因是他对天花这种可怕的疾病 有免疫力 历史上的太子殷仁能力不错 颇受好评 不像剧中这么废柴拉胯 为了突出主角 只能委屈太子了 天儿被康熙帝聊死 八皇子应四出来原厂 说上次黄河决堤 各地的官员就夸大灾情 猛嚎朝廷的羊毛 这次大概也没有奏折上写的那么严重 咱只要正常的救灾修低就行 八皇子话音未落 急匆匆的进来一个人 他正是本剧的C位主角 四皇子诸葛孔 不 印针 他刚刚在户部清点账目 所以迟到 赈灾无非前两两项 家底都搞不清楚 万事皆休 从中能看出印针的乌实态度 可他带来的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临近省份已无粮可调 户部也几乎无款可拨 嗯 诺大的中华帝国 兜里竟然只剩下点散碎银子 康熙帝大为光火 对着群臣一通喷 百官莫然 唯有四子印针提出可行建议 先拨出四十万买粮救急 剩下的派钦差去江南筹款 这活可不好干 印针果然投铁 为了我大清声明 主动请英 江南遍地有钱人 国家有难 别想置身事外 尽头转到扬州城郊 大批灾民聚集 等待官家失州救命 随处可见卖儿卖女 经常有人倒闭路边 有口棺材算是待遇不错了 这次出差 四爷印针 带着十三个印翔同行 从水路下船后 迎面碰上了来接驾的官员 他正是康庸两朝的风云人物 年庚瑶 最初是四爷的门人 现在杭州军区做普通的参将 他很能摸四爷的脾气 巴望着把这单公差办好 拔着升官 看着遍地鸡民 四爷心中不忍 而此时却有人贩子发天灾财 收购女孩送给杨州之府车名 车老爷再送给江南沿道任伯安当家计 性子刚烈的四爷自然要出手 咱扬州府衙走一趟 此处还出现了两男一女三个小角色 他们之后会成为四爷团队的得力助手 其中就有历史上颇具传奇性的李卫 不过剧终把富二代魔改成了小叫花子 刚才提到的两个官 车名与任伯安都是八皇子印四召的 八爷党的骨干有九爷 十爷 十四爷 再加上省府周县的门生顾利 势力颇大 赈灾筹款是四爷集团与八爷集团的首次交锋 简单说一下清朝的皇家爵位 虽说都是皇帝的仔 口语都叫Arg 但等级不同 清朝吸取明朝遍地废物王爷伟大不掉的弊病 规定宗室爵位分为四等 由高到低分别是亲王 郡王 贝勒 贝子 皇子长大后有大量的社会实习机会 从出场状态往上 得按政绩 军功打怪升级 这就让皇室内部形成了有限度的竞争压力 有利于后代的历练成长 清朝皇子的平均能力素质是非常不错的 此时四爷八爷已升到贝勒 而十三爷印祥依然是贝子 这位空降的四贝勒绰号冷面王 不是喜欢吃冷面 而是一年难得笑几回 公司分明说一不二 还有钦差头衔加持 当地官员自然不敢怠慢 四爷也不客套 一通价值观输出 大灾当前 官员应该身先士卒 你们尽天天钻营 买女孩巴结上司 说着就要扒掉扬州之府车名的官服 四爷性情燥热 刚到就弄得火光似箭 任博安敢甩脸子 是因为朝里有八爷九爷撑腰 刚才提到的田文静 是个耿介刚烈的小伙 得罪了同僚被罢关 四爷面对的是江南盘根错节的官僚利益集团 他需要田文静这把利剑 冲锋县镇的某室友了 还需要一位谋士 还在北京时四爷命年庚瑶便寻一位名叫乌思道的绍兴师爷 现已找到正在府上 由年庚瑶的妹妹秋月悉心照亮 乌思道是个多智而近腰的虚构人物 只在清末的野史里出现几次 被二月和改头换面 放在四爷身边辅佐 料事如神就像看过剧本 后面许多事件需要乌思道作为串联 借了车名官衔的田文静果然给力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他没有退路羁绊 反正最糟就是个卷扑盖回乡 再加上有士大夫济世救民的情怀 更加一往无前 李魏高福与翠尔已在府中 平时跑腿办事倒也勤力 李魏很快将正在的情况 报与四爷与十三爷 四爷很满意 又去了一封密函 只是田文静多叫些人马去讨钱 说白了就是逼捐 四爷想了个损招 命人给那些一毛不拔的言商送东咯 上书乐善好施有求必应字样 然后鼓动灾民们上门组团要饭 同时年羹瑶做好防卫工作 以免过火 灯笼相当于GPS定位 荒年吃大户霸王餐冲啊 言商们只能认怂破财免灾 但这样等于是受人以禀 钦差煽动灾民闹事可大可小 宫里的八爷马上得到消息 写了封密信给任伯安 让他沉住气按兵不动 等到七元接锅 便上书弹劾四哥应征 四爷早防着这手 命年羹瑶把手通关要道 杰柱一时把密信搞到手 上面有不少言商贿赂八爷的信息 抓住这个小辫子 戏精四爷正式开始表演 扬州的言商在历朝历代 都是绝对的土豪人群 可说富可敌国 但这波韭菜不好割 越有钱越抠 捐的钱还不够灾民喝两天粥 第二天四爷摆下鸿门宴 把言商请来 这场逼捐大戏共分为三部 先让榜大腰元的十三爷应祥 出来唱黑脸 应祥从小在军营里长大 颇有些草莽江湖气 被世人称为侠王 铁塔般的往那一处 手里像拿着把五十米的大砍刀 确实挺唬人 然后迅速查办一个 违抗募捐令的池州知府 有理有据 拉出去抽鞭子 第三步是掏出那封八爷的密信 一套组合拳下来 任不安认怂 捐了二十万两银子 他的身份是江南盐道 看老爷都捐了 手底下的言商更是不在话下 一举筹款二百万两 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 以现代的眼光来看 这种逼捐属于不尊重私人产权 但古人的逻辑不同 言商本就是靠着国家给政策 而报复的群体 里面的脏事大家心知肚明 平时名包豪车 奢侈品消费也就算了 到了灾年 他们必须背上社会责任 不换脑子就换人 由不得你 四爷也并非扛着机关枪 突突到底 打一巴掌给科唐 回金钱吹了任不安一通彩虹屁 弄得老小子吐不出咽不下 办事淋漓的田文静被四爷挽留 协助年庚瑶将钱粮送往灾区 两位皇子钦差 在江南的雷霆手段 很快传到京城 治完吉用猛药 马齐张廷玉同国为三位重臣 纷纷给四爷应征点赞 康熙帝看来对儿子的表现也还满意 唯一的争议是风格太过糙怯 不够宽厚 太子指出这一点 康熙脸色立马不对 可能觉得老四替你擦屁股 你竟然在背后说风来话捅刀子 康熙非常讨厌皇子坚勾心斗角 太子的一席话出了老爸的禁忌 四爷一行微服回京时 经过安徽江夏镇 康熙第三次南巡曾在此留宿 并提携了匾额 可说是官方盖章的精神文明示范基地 当时应征正随驾 时隔多年故地重游 四爷决定就在这住一晚 但这一夜过得却跌宕起伏 险些把命给丢了 本想进阵投诉 却被凶神恶煞的守卫挡在了城门外 正好在当地人张五哥的帮助下 找了家简陋的客栈将就一晚 从一位老者口中得知 这江夏镇早已千疮百孔 古代的社会治理有所谓的皇权不下县一说 因为受限于技术手段和管理成本 中央直接权力到县一级打住 下面更小一级的乡镇村落 往往由士绅阶层协同治理 非耀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提出过这种双轨理论 士绅是个贩旨 其中有高老还乡的官员 德高望重的长辈 或受过教育的地主 士绅在地方上拥有很强的话语权 也享受一系列的特权 比如可以不向国家缴纳赋税 江夏镇现任庄主刘巴女的父亲 就是个大士绅 十几年间大量收买小民土地 一千多户人家基本都做了他家的殿农 把江夏镇变成独立王国 针扎不透水泼不进 也就是民间俗话说的土围子 再加上刘巴女的姐夫 是江南沿道任博安 就公家有恃无恐 听说庄上来了陌生人 旗下的打手竟然派人去围剿 幸亏被机灵的李渭识破 否则就全剧中了 一番折腾下 四爷只好服软 下马穿过江夏镇 他此次微服出行 不亦暴露身份 当经过父亲曾经提携的 礼仪德化匾额时 更加坚定了他改革国家的决心 起码赶从这过去 我刘巴女就敢对你不客气 这个桥段点明了 封建时代的癌症 土地兼并 当地方豪强获取大量土地 并靠着特权逃避赴税时 便然造成国家的税机不稳 地方权力失控 最终走向混乱 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 莫不遵循此血色攻势 四爷应真 能逆转这个王朝宿命吗 江夏镇的故事还没完 出场的人物包括刘巴女 张五哥 阿兰 在后面还继续有戏 宫里这边 四爷的儿子生了一场重病 太子疏于照顾 引得康熙不快 八爷这边却带着人乌洋乌洋的去探望 说了一筐暖心的话 他大概很同意教父的名言 跟朋友要亲密 跟敌人要更亲密 八爷人称八贤王 面子上宽人慷慨 实则城府极深 年庚瑶办完赠灾事宜 到京城折树植 康熙帝很满意 说不要回杭州做参将了 就留在北京 足话说金官大三级 跟着四爷有肉吃 年庚瑶的目的圆满达成 这趟差也办得漂亮 四爷还没有回京 就论功行赏 康熙当庭宣布 加封黄四子印针为雍郡王 离顶级的亲王只一步之遥 封爵消息一出 下面的皇子大臣打起了小九九 特别是直接对头八爷 他17岁即被封为贝勒 是最年轻的受爵皇子 现在四哥却后发先至 封了郡王 心中自然不爽 康熙帝动若观火 说加封印针 难免有人说我偏心 现在还有个差事 谁能办成 直接顶格升到亲王 别说老爸不给机会 一言以蔽之 向官员们追债 见花呗还有个还款日 现在刷爆信用卡休想抵赖 面对皇帝的怒气 分管户部的八个印刺 出来请罪 但对于接不接下任务 却不明说 这差事比赈灾募款还猛 直接得罪整个官僚系统 退潮后官员们炸了锅 组团跑到八爷府上诉苦 跪着借钱 站着还债 我们靠本世界的钱 凭什么要还呢 不光官员 皇子们也是薅羊毛的主力 首当其冲就是太子 多年接力下来 竟然借了五十万两 我查我自己有点尴尬 但他又不想八爷借题发挥 于是想到了劳谋四爷 对 叫老四去 八爷那边也不约二统的 想到四爷 能干你就多干点 四哥 第二天早朝 从臣子到皇子都赞成让四爷去顶雷 其中有想看热闹的 也有如张廷玉等 真觉得合适的 康熙爷说 几天后应征返京 问问他本人的意见再多定夺 皇帝虽没有下旨 但官员们清楚 此差事大概率是四爷了 于是跑到八爷府上求安慰 几位二个一合计 决定在返京那天 到朝阳门码头迎接 顺便给官员们说说情 毕竟是血亲兄弟 哪怕宽限些十日也好 多日跋涉 四爷十三爷终于回京 那天朝阳门锣鼓喧天 鞭炮齐鸣 百官列队 恭迎钦差凯旋 路上他们已听说 追缴欠款的事 正愁着 谁知还没进城 就有个大坑在等着 四哥 这好像是皇阿玛 才能用的那个 唱英格御乐 奏的乐曲 是皇上才能用的御乐 龙旗多了四面 宫灯多了三盏 现代人会觉得 宫廷规矩繁琐荒谬 戴在古代 礼乐合规 可是了不得的大事 几面旗 几个灯 都代表政治身份 错一点都不行 幸亏四爷的敏感度够高 否则七拐八拐 传到康熙的耳朵里 很可能变成 僭越大罪 至于是谁使的半子 剧中并未明说 这更多的象征着 官员们对冷面王 应征的敌意 下来的截风宴 更是步步下套 有攀老交情的 有渲染兄弟情的 但无论善意恶意 四爷愣是谁的 敬酒都不喝 他明白 这里的一言一行 甚至一个眼神 都会马上传到 康熙弟的耳朵里 倘若你们大家都能够 自觉的把欠款还了 我今天就是喝得烂醉如泥 我心甘情愿 从未见如此 不识抬举的兄弟 侄爷气得掀了桌子 官员们心里也凉了半截 四爷这活阎旺 太不好对付 康熙命两位爷 先吃饭回府 明天到养心店面胜 刚回家 四爷办了件 看起来很鸡毛蒜皮的事 李的几个儿子去见早已回京的 吴四道先生 正式败为世子们的老师 此前 吴先生半推半就 还惹得四父亲误会 可能是想试探四爷的诚意 如同刘备三寝诸葛亮出山 吴四道一个毫无功名的落魄文人 还坐过牢 为什么在四爷心中如此有地位呢 全因他十年前写的一篇文章 当晚唠嗑时 四爷信之所至 随口背诵了出来 不请上方之见 胆比元凶投悬国门 已经天下茉莉 千金易得 知己难求 每个字都与四爷的志向暗和 将吴先生纳入幕下 顺理成章 接下来两人商讨 该不该接替朝廷催债的差事 吴先生肚子里果然有东西 将借债人员的三种情况 调分履息讲清楚 建议四爷当仁不让 为皇上分忧 肥差谁都能办 难啃的骨头才是试金石 四爷听后不知可否 说明他现在对吴先生 还并未完全信任 吴先生见状 心中亦有分寸 第二天 四爷去养心殿面圣 康熙爷先是一通褒奖 很快进入正题 对于帝国的弊病 他其实比谁都明白 官场贪腐 土地兼并 税收萎缩 看着光鲜亮丽 实则内需严重 康熙好几次想丈量全国的土地 但官员们层层瞒报 根本推不动 皇帝再牛差 也只是一具肉身 没有文官阶层的配合 必然是政令不出紫禁城 老父亲的话都说到这份上 四爷再不跪下 那情商也推低了 儿臣愿意办理 追逼欠款的差事 四爷提议让另一个孤臣田文静 协同追缴欠款 康熙欣然同意 但拒绝让十三爷印祥参与 四爷内心是有点替弟弟鸣不平 他们俩一块出门办差 回家我封了个郡王 而十三弟骂奖励没有 哪怕是个口头表扬呢 历朝历代的君王 对结党隐私都极为敏感 明朝就是让党争给弄死了 阴见不远 康熙弟对甘为孤臣的印针大为欣赏 这种心中只有国家朝廷 热爱打工 却不要求福利待遇的儿子哪找去 当所有人都警告印针 此差事难办时 他还真就很难办 刚出养心店 太子就过来递条子 这几个老赖是我的人 四弟给个面子 四爷迎刃而上 说上到皇子下到官员 无论是谁 欠的银子必须现实还上 否则抄家伺候 但几天过去 来诉苦的多 还钱的少 大家都在赌个法不择重 顺着大水打飘 谁还谁傻叉 田文静也不怂 逮着个老臣当反面典型 却引来了更大规模的抵制 吴先生判断的没错 其中最难搞的是功臣 比如八七将领 拿着当年与康熙爷出生入死的履历说事 交流模式很直接 此时上场了一位重要人物 前任顺天抚引龙科多 他也欠了国库三千两 找六叔同国为借钱 被轻易打发 只能把当年皇上刺的宝刀拿去当铺 别看龙科多现在惨兮兮 父贤在家人为言兴 他将在后面的皇位争夺战争发挥奇笑 田文静负责追官员 四爷负责追皇亲 软刀子比硬子弹更难对付 众阿葛平时摆架子奖牌上 一听要还国债 秒变家徒四壁 十爷要修戏楼给皇阿玛看戏 三爷要编书 造福千秋万代 反正都有难处 追债不顺利 四爷还让人拿了短 先前碍于太子的面子 将肖国兴 黄体人两个欠了五十万的官员 从追缴名单上删掉 谁知此事泄露 老臣魏东廷上门叫板田文静 一查果然如此 田大人六亲不认 当即决定照例追讨 肖国兴与黄体人 是太子的借债白手套 四爷昧着良心把二人去掉 本想黑不提白不提 蒙混过关 现在竟然被举报 自然再无法包庇 太子也没法给面子 太子有点慌 银子虽不是亲自借的 但其中的猫腻 明眼人一看便知 更别提猴金猴金的黄阿玛 得赶紧补上 最快捷的方式是卖官 眼下有几个缺 都是严查道 不正使之类的肥拆 黄体人掐指一算 如果都卖掉 刚好补上五十万的欠款 太子一再嘱咐 不可走漏的风声 清朝的卖官欲绝现象严重 康熙朝还算有些节制 乾隆末期是童所无期 明码标价了 这件事很快让手眼通天的八爷知道 他不会亲自出头 而是把消息透露给大阿哥 准备拿他当枪使 四爷这一通操作 把内外的大官亲戚得罪了个遍 这下不想当孤臣也来不及了 但也并非一无所获 三爷念其辛劳 来主动交齐了欠款 算是给百官做了个表率 但其实这个钱 是康熙帝暗中从小金库里出的 大力出奇迹 四爷的铁二政策眼看要奏效 但接下来却发生了一件意外 让局面走向失控 老臣魏东廷欠了三十五万两银子 只能找各个王爷求助 这笔巨款他其实也没摊掉 康熙爷两次难寻 就住在他家所以拉下了亏孔 十三爷性格狭义 听到后到四爷府上求情 但四爷却一概不见 就算魏东廷情有可原 也绝不能开口子 否则一定有人攀扯 再就会更难追讨 魏东廷见求助无门 写下一封绝笔信 夜里边走窄自挂了白铃子 魏东廷的自杀引爆了朝野内外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就是你四爷应征逼死的 黄泥巴掉枯装里不是屎也是屎了 连康熙皇帝都觉得不忍 毕竟是朝夕相伴几十年的老陈 批评谩骂潮水般的涌来 但四爷钉点不怂 亲自去葬礼调眼 又把众人喷了一顿 老子也是做过田野调查的 如果说有谁逼死了魏大人 这个人不是别人 就是你这个不肖之子 还有你的和服 穿金带银的小姐太太们 所以辞不长兵 善不为官 四爷一番话 说得有理有据 不卑不亢 出来刚好撞见十三爷印象 他这性情中人 明显对四哥有意见 只子莫若父 康熙坚持不让印象插手 原因就在于此 天真善良 当朋友没问题 要与贪官茉莉斗法 却成了弱点 百官与皇子们 并未被四爷唬住 扬得不行就来阴的 择日几个人 跑到宫门口 哭诉着要见狂上 康熙没办法 只好带着群臣 去园子里一苦思甜 甚至提出用小金库 帮群臣还债 那边 愣头心十爷 采用了自毁策略 丝毫不顾皇族脸面 阻止了田文静暴打一顿 跑到年功瑶 与十三爷赶到旧下 讨债的事陷入僵局 八爷将矛头 不应该是案件 对准了太子 前前太子卖的几个肥圈 即将外放任职 打脸一看 就是些九年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 于是八爷命令 吏部的亲信奎旭 带着他们去唱春园 见康熙 那天当职的大阿哥 也憋着坏 他本可以挡住 却故意放行 等几个酒囊饭袋进了屋 康熙随便问了两句 就露了底 此时太子急匆匆地赶到 意图挽回局面 康熙没有当面驳斥太子 心中却已种下了深深的失望 这就是我大清将来的皇帝吗 太子刚才话里话外 有批评四爷之意 而皇阿玛并未明确反对 这让他信心倍增 于是马上跑到立部 阻止刚要还款的官员 说闹得鸡飞狗跳 有失国体 咱不妨弄个分期 限两年内还清 这等于是把四爷的努力 全盘推翻 顺便收买了一波人心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 只有康熙站出来 才能定分指争 处理结果是各打五十大板 胡闹的十爷被圈进宗人府受罚 田文静扁到陕西当支县 又处理了三个 借钱放高利贷的贪官 不过四爷只是象征性地 罚去了一年的俸禄 轰轰烈烈的讨债项目 业绩只达到三成 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烂尾了 这场风波的根源 是军权体制的内在矛盾 以孝治天下能凝聚人心 但同时也容易造成家国不分 比如皇子认为 国库的钱就是康熙的钱 问老爸借钱为什么要还呢 既然皇子可以信用卡随便刷 那就怪不得官员们会攀扯抵赖了 家国一体到头来是比糊涂账 此时还有个余波 八爷当堂保举年庚瑶为四川提督 这官可不低 相当于省军区司令 人尽皆知 年庚瑶是四爷的铁粉奴才 八爷这手隔空抬轿子 让人摸不着头脑 然而康熙帝还是准了 走之前年更要去八爷府上还礼 二人一句话也没说 这位后面的权力斗争 埋下了重要伏笔 国债风波后 四爷消沉了几天 吃斋念佛怀疑人生 好在有吴先生与十三爷作伴抒怀 过了几天正常日子 起码能在家里吃饭陪娃了 一天十三爷回府 在门口碰到了个叫花子模样的女孩 近近一看 竟然是不久前在江夏镇认识的女孩阿兰 细细一问 竟然问出一件命案 阿兰的兄长张五哥 被庄主刘八女强抓去抵罪 明天就要菜市口问斩 十三爷去刑部侦查一番 果然发现有蹊跷 案情甚至到了荒唐的地步 立刻跑去四爷府上报告 闲不住的四爷又要整活了 第二天菜市口罚场人山人海 观摩砍头 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公众项目 很快犯人被押上台 张五哥赫然在目 但很奇怪 他背后的亡命牌上 写的却是任绩安的名字 就是前几集里张牙舞爪的江南沿道 任伯安的弟弟 五十三刻已到 刚要行刑 十三爷赶到阻止 嘴里大喊着犯人有假 刀下留人 行刑官员刚要发作 写里又杀出一人 正是当今的皇上康熙爷 此前导演安排了一个皇宫门口的空镜头 暗示四爷已将一案告知父亲 皇帝驾到 官民皆扑 见皇上到了 张五哥大喊冤枉 说自己不是犯人任绩安 任绩安有多大 四十八岁 如此拙劣的顶替套路 让康熙怒不可遏 命令将张五哥带进宫查问究竟 皇帝把同国伟 马齐 张廷玉三个群臣领袖 叫来问询 话里话外暗示 本案可能会牵扯到皇族人员 康熙放了狠话 民政典型是国家的根本 无论牵扯到谁 这次绝不能再获悉尼 同国伟估计的没错 这事牵扯到两位皇族 太子与八爷 太子也挺冤 是手下的皇体人 收钱办事找人顶罪 而任伯安是九爷的门人 也就是属于八爷党 康熙是想借着张五哥的顶替案 整顿励志 八爷明白老爸的意图 就按中问同国伟的意见 同中堂建议八爷 接下整顿刑部的差事 以博取康熙的欢心 四爷应征也很想接 顺便统统刑部这个马蜂窝 但无私道力劝不要 管理刑部的是太子 这件事水太深 无论干成什么样 定会引火烧身 然而四爷不信邪 第二天就提出去清理刑部冤案 八爷一看此行刑 也主动请鹰 他摸准了康熙的脾气 不怕错就怕不担当 至于选谁 皇帝需要斟酌几天 四爷的举动惹恼了无私道 既然不拿我的意见当回事 那咱就一拍两散 收拾包袱要走 四爷听后很淡定 让秋月求吴先生再待一天 事情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 接下来四爷的行为 堪称人类迷惑大赏 他先坐在房里蒸桑拿 同时命令李卫接了一大桶凉水 等到桑拿蒸到位 来了个兵镇我自己 大家应该都看明白了 四爷这么做是为了一张病假条 如此折腾马上高烧不退 昏迷不醒 先前主动懒活 现在却因病无法上岗 并踏前 吴先生心领人会 还是四爷想的周全 如果直接回绝差事 会拉低皇上的印象分 觉得你在躲事 如此一来既没有逃避责任 又成功的躲避大坑 你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高实在是高 这样刑部冤案的差事 就自然的落到了八爷印四头上 在张婷玉的建议下 康熙派十三爷印祥 协同办案 执分已定 太子马上来给八爷上也要 提醒他查当然要查 但要有分寸 比如任继安 刘八女都是九爷的人 差不多得了 否则大家下不来台 隔天两个钦差到刑部提审张五哥 案情很清楚 任继安奸杀了一位寡妇 就找张五哥顶罪 原来说好坐几年大牢 没想到后来成了死刑 迫于刘八女的权势 张五哥也不敢说啥 否则会连累家人 九爷也做了姿态 亲自将任继安与刘八女 绑到北京府法 并将刑部的三个堂官收监 十三爷有点小惊讶 看来八爷这回是来真的 不过堂上只是装装门面 桌底下的操作才是真的骚 八爷来到牢房 恩威病师拿到任继安与刘八女的花牙口供 包括县府道司 刑部衙门官员的贿赂金额 以及江夏镇庄园的股份全突露了 两人带走后单独提审萧国心 连哄待下让他写出事情的原委 把太子彻底的卖了 八爷拿到罪状 把萧国心严密关押 立刻进攻面成皇上 康熙看后大怒 命令太子应人立刻进攻对峙 太子来之前 康熙先到上书房 今天是张廷玉值班 先感叹了几句做父亲好男 既希望他们有出息 又不要鼓入香残 然后把萧国心的共状帖子给他看 张老师翻开一看大吃一惊 愣神片刻 做了个极为激烈的举动 你怎么把他烧了 臣并不知道有这么个奏折 带上萧国心 把他连夜送到宁古塔 历史上的张廷玉 是清朝唯一配享太庙的汉族大臣 乃皇权时代的顶级精英 历经康庸前三朝 除了晚年跟乾隆闹别扭外 试图从未翻车 靠的就是可怕的双伤 既有超强的办事能力 又切准政治脉搏 刚才剧中的一系列操作 堪称完美 康熙就是需要张廷玉 出来缓冲打圆场 否则皇帝与太子正面对撞 局面不可收拾 现在把肖国心永久发配宁古塔 免得再有人挑事 康熙就算有废太子的心思 姿势体大 也必须从长计议 爬到这个份上 张五哥案只能点到为止 刑部尚书侍郎二人当了背锅侠 革职查办 不可一世的江南沿道 任伯安丢官回家 任继安斩立绝 留八女终身监禁 出人意料的是张五哥 不但无罪开示 更被康熙清点为御前侍卫 八爷应四作为审案功臣 一收到嘉奖 加封连郡王爵位 但他其实犯了康熙爷的大忌讳 兄弟相杀 这也是先前无私道 劝四爷置身事外的最大原因 谁接替王位可没有明文规定 还不是皇帝的一句话吗 而这句话是由很多小情绪 累积而成的 张五哥案后消停了几个月 秋草建皇 又到了清朝皇族 立行狩猎的时候 于是康熙命令 所有阿哥随嫁去热河 史称木兰秋显 清朝马上得天下 为保持后代武德充沛 经常组织集体打猎 一般住在热河的行宫 也就是现在的成德避暑山庄 这次秋猎不同以往 他很快将改变整个故事的走势 接下来尽头来到热河行宫 木兰秋显并不是简单的皇家运动会 而是有重大的政治军事意义 除了骑马列路 还要会见各大蒙古王宫 巩固满猛关系 清朝的老祖宗 起于塞外 对游牧民族格外了解 治理蒙古时 展现出高超的手腕 拳头与枕头并用 同时刻意将藏传佛教引入 加强精神控制 所以剧中才会有喇嘛王宫 向康熙进献礼物的桥段 按理智 这个场合都是太子随驾 但这次却称病缺席 主持招待 让人嗅到一次不祥的气息 康熙动了废掉太子的念头 第一步是孤立 暗中告诉十三爷印祥 不要再登太子的门 免得受牵连 其实说起来 四爷十三爷 从小跟太子因人关系不错 外人都觉得他们是太子党 十三爷毫无诚服 并不知道里面的道道 还埋怨皇阿玛无情 四爷没想到八爷会狠心的检举哥哥 有些后悔当初称病退出 并仗义的表示 不抛弃不放弃 大清的江山 绝不能交给老八这种人 老八的阴招并没有完全得逞 土里称将倒霉蛋肖国心 押往宁古塔 途中他一直叫驱 说八爷以皇上的名义承诺 既往不咎 现在说出尔反尔 康熙听后大怒 连说了两句奇心可诛 好你个八儿子 竟然往老爸头上扣屎盆子 到了狩猎日 猪皇子准备完毕 独缺了四爷印针 理由是大病出狱 无法涉猎 于是就带着儿子红利在旁观看 每年的秋猎 阿哥们会按照猎物的多少排名 很快成绩出来 数量最多的是十三阿哥印翔 不愧是在军营里滚大的 其中很特别的是八阿哥印四 他没有射杀一只 都是抓活的 此举果然赢得吃瓜群众的满汤彩 说他不忍杀生 宅心仁厚 拔野这新眼子真是比太平安还深 面子上是打猎 其实暗流汹涌 康熙也规定 谁赢可以得到蒙古王宫进献的如意 这把如意原先属于太子 此举是康熙故意羞辱警戒于他 正僵持不下之际 四爷的次子红利跳出来 吹了一波黄爷爷 这位未来的乾隆皇帝 真乃天生的捧人王 一席话把康熙说得心花怒放 既然众人无法取舍 干脆就把如意讲给了红利 四爷在后面直腰头 暗示不要收 而小伙子是如此表现的 回复后四爷极为开心 儿子红利竟然博得头彩 这全赖吴先生的教导有方 他一直由年更洋的妹妹秋月 悉心照料 所以四爷趁信给秋月一家抬旗奖赏 清朝的八旗制度很复杂 几句话讲不清楚 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幅度巨大的升值加薪 我给你抬旗 给你一家都抬旗 此情节设计的非常微妙 为什么给秋月抬旗呢 其实是给旁边的乌思道 与后面的哥哥年更洋看的 对乌思道是宝奖 对年更洋是拉拢 秋月其实是个政治工具 年更洋把他放在四爷府 相当于人质 表决心自己不会叛变 但年更洋的能力太强 先前八爷已对他展开挖墙角攻势 这不得不防 怎么办呢 古代拉拢人最常见的方法是联姻 年家是四爷旗下的包衣奴才 虽也是旗人 但地位不高 抬旗后 四爷可以更名正言顺的 纳秋月为侧附近 两家结为殷亲自然关系更加紧密 对于抬旗奖赏 秋月的反应是又高兴又伤心 高兴的是为家族征得了福利 伤心的是自己的爱情完蛋了 他与吴先生朝夕相处 以放心暗许 抬旗后两人彻底的不可能了 四爷知道这份情吗 当然知道 但在政治大局面前 而女情长的权重太低 如果准许秋月与吴思道结合 哪天年更遥遥是反了 吴思道这个精英大明白肯定会跟去 干脆先下手为强 斩断琴思 雍正王朝面子上 把四爷应征塑造的 像个共产主义战士 其实经常表现他的腹黑 只不过都设在了暗处 以上这些歪起扭巴的心思 吴思道动若观火 心如明镜 他也喜欢秋月 但要跟着四爷混 在政治大海上翻涌 这份情只能永远能放在心底 康熙也已敲打了太子很多次 但太子殿下依然顾我 得空就跑去跟嫔妃 郑春华滚床单约会 皇帝后宫家里无数 郑春华也被冷落了一年多 此时他却哇哇吐怀孕了 不用亲子鉴定 也知道是太子的种 这天二人在古塔里约会 太子知道后 希望能生下来 但这孩子的辈分 让人不敢细想 就是这么巧 今夜康熙心情烦闷 和随从出门溜弯 正好撞见塔里有两个人影 当得知是太子与春华时 一口老血差点没喷出来 康熙强压着脾气 没有马上拆穿 儿子把妃子睡了 传出去皇家颜面尽尸 让老百姓当好几年的嚼舌素材 太子爷有被废的预感 便差人去请四爷 说这次不见可能没机会了 无此道立足 说这时候千万不要捅马蜂窝 太子要坏事 他的被废就在眼前 你们万万不宜和太子见面 否则正好与人一口识啊 但十三爷不管这些禁忌 坚持要去看望二哥 吴先生所料不错 太子被废就在今晚 踏上最后一只脚 让康熙下决心的 是先前没有什么存在感的 十四爷硬提 他竟模仿太子的笔记 假造了一份调兵令 这招太阴损了 谋逆大罪够死一百次 八爷明白其中的厉害 刚开始拒绝 但扳倒太子的诱惑太大 于是将假的调兵令发了出去 很快军官临谱 带着兵马包围了行宫 康熙得知消息后大惊失色 看来太子谋反是坐实了 他毕竟是兵与火淬炼过的帝王 啪啪几下就稳住了局面 先是把众阿哥都封为亲王 稳住人心 迅速钻住热和驻军 停止太子一切硬性 而此时 太子在十三爷应祥的陪伴下 在屋里发抖 借他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起兵谋反 局面很快控制住 应祥陪太子进攻请罪 无情罪是帝王家 此时大阿哥硬指跳出来 要置太子于死地 他本来就不受父亲的喜欢 现在拼一拼 也许单车便摩托 然而大阿哥完全没有摸准 康熙的心思 只换了更深的厌恶 这一夜似乎格外漫长 太子被关押 众皇子为权力打坐一团 张廷玉出来说了一番话 让康熙爷稍微冷静下来 叛军首领林普 曾是十三爷应祥的下属 但他也说没见过调兵令 要说十三爷确实是条汉子 明知道太子是个大坑 依然顾念兄弟勤往里跳 现在果然惹了一身骚 被康熙下令逮捕 虽然有疑点 但搞如此大的动静 太子是费定了 康熙帝最伤心的 倒不是有人叛乱 而是兄弟细强 大阿哥硬指 随后居然被爆出 在家中扎太子的小人 狠毒的不像兄弟 倒像是杀父仇人 皇家历来对巫骨眼镇之势 极为忌惮 各朝各代都有大批人 丢掉性命 康熙闻之大怒 夺取了大阿哥的一切爵位 贬为庶民 永远圈进宗人府 九个阿哥折了仨 好好的一场木兰秋仙 却也变成一场 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 消息传回北京 百官震动 太子被废 必将导致利益格局 重新分配 很多人上蹿下跳 想提前站个好位置 此处编剧激活了一个角色 傅贤在家的龙科多 他见兮兮的找六叔 佟国伟要拆使 真实的历史中 佟国伟与龙科多是父子 在剧中被改成了输职关系 佟国伟的外号 佟伴朝 指的是他掌权时间很长 在朝中数大根深 按理说给侄子 谋个肥拆不难 但他却只点了一个 李帆院首尖 就这个要不要随你 龙科多很不满 但也不敢发作 苍脸屯也是肉 暂时干着 殊不知 佟国伟 这是在为家族 布一盘大旗 不日康熙帝率驾回京 此时太子的旁边 也没有仪仗 隔日上朝 康熙正式宣布了 废太子决定 下面的事 就是选新太子 全国二品以上官员 以及四品以上的金官 都可以上折举荐 会有点要投票选举的意思 太子是未来的皇帝 只要押对了人选 就是投资未来 众人马上展开行动 桌面桌底的拉人试探 同国伟觉得八爷有戏 但现在火候未到 先看看再说 十三爷印象虽然被捕 但并未圈进在宗人府 宗人府是皇族 犯了大错待的地方 而康熙将他放在了 李帆院禁足 说明对十三爷的仗义 是欣赏的 并不会将他怎么样 没错 是李帆院 就是刚才龙科多 不情不愿去认职的地方 六叔同国为的目的 就是让他去十三爷的身边 打探情报也好 套近乎也好 反正都是多条路 龙科多本来百无聊聊的 在广场上打巨型麻将 一听十三爷到了 立刻理解了六叔的用意 好吃好住伺候着 还把阿兰姑娘弄来 经过江夏镇与张武割案 阿兰想报恩 而十三爷也有意 一来二去有了感情 事就这么成了 我有阿兰在这 我一辈子都可以不出去 十三爷豪气云天 不在乎功名 但其他兄弟可不佛 一人被废 康熙滴一声哨响 太子争夺战第二轮正式开打 现在大阿哥硬指出局 三阿哥硬指势单力薄 主要玩家还是四爷与八爷 背后各站着支持者 这道单选题 关乎国际民生 与众官员的命运 如果你此时穿越回清朝 大概也会觉得八爷胜算大 各地官员纷纷上折子 为其疯狂打扣 师爷不知从哪找来位大师 说八爷辱名里的美字 暗藏玄机 拆开来看 刚好是八王大 拐着弯的说他乃真命天子 八爷脑子倒也不糊涂 立刻做事命人拿下 交与皇上发落 此事马上传遍朝野 无私道听后哈哈大笑 说这位大师 也许看错了自序 笑归笑 四爷有些担心 虽是鬼话双簧 但重复多了 也许就是真理 果然康熙滴对八爷 主动拘留大师的举动很赏识 并说这可能也代表了一点民意 听闻此言 站在旁边的同国为心中一栋 皇上这是要下笔填答案了呀 于是召集群臣 说八爷八成要赢 咱们赶紧忙活起来 这天康熙到上书房溜达 正好年恶瑶的奏折送道 他只当了一年多的四川提督 就把境内的匪患一扫而空 康熙听后龙言大悦 大赞四阿哥调教有方 八阿哥举荐得利 一高兴决定把十三阿哥印祥 从李藩院放出来 毕竟是亲生的仔 选择这个点的意图 是平衡两方的力量 一边倒竞争不充分 就没意思了 印象一放出来 就捅破了窗户纸 真诚劝劲 反正总有一个人要当皇帝 为什么不能是四哥你呢 四爷对十三爷的表现很满意 好弟弟你终于说出来了 让是每个正直动物的必修功课 你看赵匡英就让了几次 才不情不愿的穿上龙袍 此时八爷在舆论场上 占绝对的上风 大多数官员上表举荐 这反而让康熙也很烦 戏做的有点过了 于是传招 同国为共进晚餐 席间大多落闲嗑 但话里话外敲打 然后话风一转 让同国为举荐一个族人当差 同国为毫不犹豫 说出龙科多的名字 康熙当即决定 让他担任步兵统领衙门都统 也就是所谓的九门提督 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公安局长 加卫戍区司令 职权极为重要 同国为听报大喜赶紧谢恩 先前说了 同国为在下一盘大旗 入夜他将龙科多紧急叫来 将整个计划合盘拖出 同家世代为官 总结出一条长盛不摔的祖训 圣意难测 永远不要把鸡蛋 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先前冷落龙科多 派去李帆院当老头 加上现在的举荐 都是在践行祖训 老烧着八爷的热灶 让我去烧四爷和十三爷的冷灶 此时龙科多还不知道要升官 当看到九门提督字样时 吃了一惊 这相当于从校堆 直接调到了国家队 接下来的情节 交代的有些晦涩 龙科多回家 先是翻来覆去睡不着 起来借酒消愁 连叹了几句做人太难 第二天上朝谢恩时 龙科多做出了匪夷所思的举动 竟然把恩人六叔同国为举报了 说他勾结八爷 意图操纵太子选拔 康熙听后大怒 立刻穿好行头去上书房 并同时召见几位二哥 上书房里喜气洋洋 大家都觉得八爷稳了 唯有张廷玉持续不表态 看到皇帝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进来很惊愕 战美两场戏 虚虚实实 扑朔迷离 信息量极大 净显政治斗中的险恶微妙 关门会议上 康熙先定了调子 说这么多人重口一词 保举八哥太不正常 就算他素有家名 也不至于满贯通杀 回头反问了马奇一句 难道没有举荐二哥 应人的奏章吗 这句话把众人问蒙 一个被废太子 默认失去了入围权 但似乎也没有明文规定 他不能参选 此时张廷玉站出来说 有 我保举已废的太子 二阿哥应人 这份奏章 正正康熙弟的下怀 那封真假难辨的调兵令 大阿哥的扎小人 以及最近鸡飞狗跳的 争处风波 都让康熙对当初的 废太子决定有些后悔 张廷玉把老皇帝的心思 摸得透透的 除了张廷玉 四爷与十三爷 也递了宝举应人的奏章 这是听从吴先生的建议 以退为进 现在看来正切准了龙脉 下面康熙对同国为的 结党行径大家深斥 他不但不服软 还当众顶回去 甚至攀扯撕咬 给他求情的张廷玉 这就更加重了康熙的怒气 话敢话 眼看要撕破脸 此时八爷站出来打圆场 儿臣情愿自己撤出 推举新太子的人选 八爷的表现等于是不打自招 接下来康熙又叫出龙脉多 成为压倒同国为的 最后一根稻草 众皇子看着龙脉多跪地陈树 都在琢磨着这是唱哪一出 这个世界太疯狂 耗子给猫当伴娘 龙脉多之前 一直是个官游子的形象 升官就好好干 怎么突然大意灭亲了呢 事已至此 同国为百口莫辩 官员插手皇权费力 煽乱朝纲 此一条就能治个死罪 康熙除掉其一切职物 全清一时的同中堂 自此仕途终结 同国为为戒 这场博弈谁是失败者 谁又胜利了呢 面子上看八爷和同国为输了 八爷腰美人心用力过猛 丧失了父皇的信任 同国为卷铺盖角滚蛋 但其实胜利者是四爷集团 与同事家族 先前的竹编密谈 同国为跟龙脉多说 咱俩一个烧八爷的热灶 一个烧四爷的冷灶 两边下注 风险对冲 谁赢了都不吃亏 第二天龙脉多就把六叔给举报了 剧中没有直接表现 但结合上下文 一定是同国为安排了 与皇帝吃饭时 他就绝杀出苗头不对 所以自导自演了苦肉计 其逻辑如下 如果皇帝赞许龙脉多的举报 那代表八爷出局 这场反水等于是暗中 给四爷集团递了投名状 如果皇帝对举报无动于衷 说明八爷会赢 同国为自残 释出了皇帝的真实想法 用我半条命换你一颗头 龙脉多从此将获得极大的信任 同事家族将屹立不倒 看到这儿不仅感叹 当皇帝太难了 下面一帮人经时刻算计 需要在一团迷雾里 分辨中奸善恶 在英明也免不了掉坑里 四爷集团也是满意的 面子上不争不强 却大大的提升了老爸的印象分 顺便击退了劲敌八爷 他现在根基尚浅 帮一人夺回太子之位 并不会增加一个敌人 反而可以把他做挡箭牌 积蓄力量在谋定后动 下面热闹了刚散会 十三爷印象与十四爷印提 当众撕打起来 二人都是武将 谁也不让分毫 直到惊动了康熙出门劝架 十四爷表面上为八爷鸣不平 殊不知每个字 都是把八哥放在火上烤 令人举荐于钱 又无端所拿于后 王后 谁还敢奉昭办事 国有政臣 不亡其国 哦 不听你的 大清就要亡国了 印提也是个浑身心眼子的狠角色 这番话名粉实黑 还在老爸面前 邀了个为兄出头的殖民 专业术语叫骗庭杖 确实高明 康熙大怒之际 竟拔出剑来 要清理门户 四爷印针扑上去 见血立足 一帮人抱着皇帝大腿 呼叫使不得 全是一帮戏精啊 康熙爷气得一口气没上来 撅了过去 等皇帝缓过劲来 下了两道旨意 一是宝举八爷之事 除了同国为 旁人一概不予追究 二是加封印针与印提的生母 德妃为皇贵妃 没错 四阿哥与十四阿哥 是一母所生的亲兄弟 真实的历史里 他们并不要好 甚至母子关系都大不一样 四爷印针出生时 母亲还是个搭影 无权抚养皇子 就把印针交给了孝仪人皇后 后来的十四子印提 才是他亲手养大 自然特别疼爱 此后的皇位争夺战 这对亲兄弟将成为劲敌 下完旨 康熙又坠上一句 说很喜欢印针的儿子红利 择日送进宫来 他要亲自调教 听闻此言 四爷心中窃喜不已 果然红利进宫后备受宠爱 上团下跳 逗得皇爷爷笑口常开 俗话说母以子贵 替换成老父亲也适用 如果康熙喜欢孙子 对四爷印针的夺敌之路 是个好兆头 没过多久 老皇帝开始布局了 先是同意四爷的举荐 让十三爷印祥掌管刑部 然后出人意料的任命 十四爷管兵部 看来骗庭帐计策成功了 八爷虽然失宠 十四爷就是新的代理人 再就是正式宣布 印人复立太子 希望他能接受教训 从头再来 同时混减了几个 郑春华受刑的镜头 血从两腿之间流出 要复卫 那个与太子的私生子 当然活不了 布置完毕 康熙也又要去南方自由行了 他一生六次南巡 这是最后一次 两个目的 一是视察民情 撒播皇恩浩荡 二是让太子监国 考察其执政能力 为上位做准备 总的来说 康熙南巡算相对的节俭 他那个喜欢显摆铺张的孙子乾隆 名声就比较臭了 这次太子迎人复位 众人是很不服的 但有皇帝老爸的支持 他只要低调稳重 达个七十分就足以站住 但印人却犯了受迫害妄想症 觉得群臣与兄弟全都居心不良 什么事都上纲上线 连苏北发大水的赈灾款都不愿意批 一气之下将几十个人免官 明显是冲着八爷去的 一通胡闹 四爷应真坐不住了 他现在还未站稳脚跟 并不希望太子胡搅合 结果两人当场吵起来不欢而散 先前被废 树倒胡孙散 现在太子急需重建班底 环顾四周 还就是皇体人等老部下争心耿耿 皇体人果然献出一条妙计 说起几年前 因张五哥案被罢官的人博安 在立部时 曾利用植物之变广布尔木 查了三百多个官员的黑料 编了一本叫百官行术的册子 太子马上意识到此物的高价值 有了他等于抓住官员的小辫子 可不就欲取欲求了吗 任不安也不是活雷锋 交换条件是把监狱里的刘八女放出来 一命换一册 并官赴原职 为什么任不安不找老东家八爷呢 他之前被坑了一次 再就是十三爷应祥 现在管着刑部 而在外人眼中 应祥是太子的人 但问题是 刘八女乃十三爷亲自投进牢房 他又刚直不阿 得拐着弯来 太子想了一个非常损又很巧的招 先把十三爷叫去 以郡王爵位向诱惑 拜托他去杀一个人 正是先前爱得死去活来的郑春华 男人果然都是大猪蹄子 郑春华强制堕胎后 被发往洗衣房为奴 落难的凤凰不如鸡 终日劳作还备受歧视 十三爷与四爷吴先生凑堆商量该怎么办 康熙不杀郑春华 一来也许是不忍心 二来是牵制太子 太子自然明白老爸的心思 于是来了个借刀杀人 十三爷如果杀了郑春华 一来解除了定时炸弹 二来把柄到手 然后要挟其配合释放刘八女 拿到百官行术 这个死套该怎么解呢 吴先生有高招 他让十三爷贿赂洗衣房的管事 用药物制造郑春华生死的假象 瞒天过海将人弄到府上藏起来 这样主动权又回到了四爷集团这边 郑春华倒是比太子有情 知道他富贵大位后慷慨父子 让侠甘义胆的十三爷很动容 就更加坚定了保他性命的决心 这一系列操作八爷并不知晓 直到通报郑春华突然暴毙还是很懵 这到底又是哪一出 于是派九爷赶紧去左家庄画人场查个究竟 现在前江南沿道任伯安手上那边百官行术 成了各方争夺的焦点 得到他就能掌握三百多个官员的把柄小辫子 任伯安的诉求是释放被终身监禁的内地刘八女 然后官复原职 太子现在求到掌管刑部的十三爷印祥身上 并以郡王的爵位诱惑 众人商量干脆来个救坡下驴 下面的问题是派谁去江夏镇抓人 必须物色一个厉害角色 讲来讲去 在四川当提督的年庚瑶最合适 江夏镇位于安徽 跨省抓捕有点繁琐 好处是能出其不易 年庚瑶接到密令 马上调动五百个秘密特工 康熙皇帝正在南巡 住在南京的行宫 力部安排面圣树职 到了南京 离江夏镇就不远了 树职完毕 顺道把四爷主妇的拆给办了 这拆是火中取栗 如履薄冰 可一旦办成 将对仕途大有弊异 下面观众将充分见识到年庚瑶的狠辣 很快到了南京 康熙势忙 让张廷玉代为接见 并上下左右的敲打 先肯定其剿匪成绩 然后警戒他要宽人代名 不要过于粗暴 年庚瑶面上连连称事 但接下来的行动显示 他半个字也没往心里去 与的同时 太子的亲信黄体人 带着刘八女回到江夏镇 并向任伯安索要百官行术 这个任伯安在八爷太子集团间 反复横跳 狡兔三窟 百官行术是保命的东西 自然不能轻易交出 整整四大箱子 被藏在了京城的某当铺 几日后 他与黄体人一同进京 以保万全 晚上二人把酒应酬 抬头 持刀黑衣人呼啦啦 进来一大堆 任伯安和黄体人 以为是江湖节道 学没着几万两银子 怎么也打发了 谁知黑衣人根本看不上 僵持片刻 淮安绿营兵赶到 任伯安刚要挺直腰板 年庚瑶干脆不装了 用前朝的剑 来斩本朝的官 千总大人很是不服 这里是安徽 不归四川馆 但当年庚瑶拿出刑部的公文 千总立刻泄气 任凭年军门查办 任伯安和刘八女 被这通欲擒故纵整蒙了 大喊是太子的人 任公瑶雷厉风行 先查烧了库房 逼人不安交出 百官行术的当票 足以跟主子四爷赴命了 但接下来 任公瑶竟干了一件 让亲信都觉得很过火的暴行 本来杀光绿营的 一百多官兵已经很冒险 现在竟然不分男女老幼 全数无差别诛杀 杀完一把火将桩子稍微灰烬 任公瑶这是豁出去了 不留半个火口 杀完人 他们弟兄们 带着搜罗的巨款水鹿回四川 自己带着几个护卫 新夜奔赴北京 面见四爷应征 一夜之间杀死了七百多人 严更瑶的大手笔 让四爷与十三爷很无语 但猛虎是亲手放的 只能打落门牙 霍雪吞 帮着擦屁股 严更瑶为什么会做的如此绝呢 一来是不留火口 绝后患 一句拒谱谋反 糊弄过去 查抄人不安的库房 有几百万两银子 可极大的扩充实力 二是破釜沉舟给四爷看 为了你 我是敢豁出命去的 领导最看重的 往往不是能力 而是忠诚度 四爷应征 对年更瑶的小心思门轻 他有点担心 太纵容会伟大不掉 年更瑶去后院 看妹妹秋月 先碰到李卫三人组 调笑一番 顺便送了李卫和高福 各一枚戒指 谁能说服小翠带上 就看个人的本事了 哥哥年更瑶外派两年多 按理说妹妹秋月 应该很开心 但他却哭着不见 秋月是剧中 最苦命的角色之一 对于政治工具的地位 心知肚明 却完全无力反抗命运 现在当务之急 是把四箱子百官行术取出 四爷命高福 拿着档票去赎 就说受了任不安的委托 但档铺有规矩 必须施主本人前来 否则业务不能办 再一打听 档铺的老板是八爷的门人 这下可糟了 万一让八爷拿到手 就前功尽弃 这里剧情有些模糊 任不安定是留了后手 没有将藏书档铺的事泄露 否则八爷要取出 易如反掌 用不着这么多戏 正路受阻 就只能暗度陈仓 狗儿李渭立功了 他化装成山西败家子 拿着整箱的金衣珠宝去点档 好说歹说 档了五万两银子 老板还觉得捡了个大便宜 四爷府上的东西 自然是高品质 下面轮到十三爷印象上场 眼霜黄 对着手下一通喷 我堂堂大清国四皇子 竟然被毛贼偷了大批宝物 现你们一天之内必须破案 十三爷不能直接命令去档铺搜 这太招摇 便找了几个马仔 去街面上散布消息 说这批脏物还在北京城 指不定就在某个档铺里 查官的官员正愁眉头绪 留澡没澡 打一杆子再说 晚上十三爷调动人马 包围万勇档铺 同时四爷去八爷印四府上 一通天南海北的神扯弹 拖延时间 并力邀几个皇子 去府上吃火锅 连三爷太子和马中堂都到了 那边十三爷果然在档铺的库房里 搜出了所谓的脏物 老板一看 腿脚瘫软 磕头如捣钻 然而醉翁之意不再久 十三爷连哄待下 将档铺人员关押 他的真正目标 是那四大箱子摆棺行术 这招隔山打牛玩的高明 四爷请客 自然由他领酒 话说的微妙 先干了这一杯 然后让大家一开眼界 下面这场戏 四爷展现出可怕的双伤 酒刚下肚 十三爷就回来了 直接把四大箱摆棺行术搬进屋 看到封条上的仁波安三个字 在座所有人心下一惊 这东西相当于官场杀手级应用 三百多各级官员的黑料 只要充分运用 能办成多少事 但怎么也得在桌子底下办 现在全摆在名处 是个啥意思呢 四爷拿过话筒 慷慨陈词 把仁波安在立步时 如何居心叵测搜罗黑料 并想借此翻盘 说的清楚明白 同时并不讳言 自己派出年公瑶到江夏镇办差 但肯定是替马仔美化了不少 只说任波安六八女暴力抗法 不得已而绞杀 一番话有格局有细节 说的众人哑口无言 太子心里那个苦啊 接下来四爷当众展示风调位起 打开箱子 来了个高级骚操作 熊熊烈火映照在皇子们的脸上 这招当众销毁核武器的羊毛 真高明无比 一切做在明面 堵住了所有口舌 留着百官行术 也许能得到眼前的利益 但瞬间会变成各利益集团的火把子 更关键的 这件事肯定会传到康熙耳朵里 皇帝希望看到皇子有限竞争 而不是无限战争 百官行术相当于互相扔原子弹 自言如此的故事大体 心念朝局 定会给皇阿玛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江山交给你 爹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太子吃了个哑巴亏很不爽 暂喜找十三爷兴师问罪 你这阴阳人套路666 一面放一面抓 人大吵一架不欢而散 八爷比较冷静 这件事太多蹊跷 怎么四爷府上突然被盗 赃物又刚好点在了万勇当铺 他把老板叫来 问那个山西败家子的行貌 如果能逮到 就足以对四爷使绊子 远在南京的康熙爷 马上收到消息 大喊着国将不国 还秀了一把麦克斯版的葛优糖 这件事的蹊跷 在于众阿哥都三间齐口 接着皇帝发了一道 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旨意 年庚瑶 升四川巡府 即刻到南京行宫建阵 用彻职的口吻 宣布升职的决定 升年庚瑶 是对四爷行为的默默赞许 而立刻来建阵 是问明实情 你可以做 但不能瞒着 财量权永远归皇帝所有 吴四道与四爷 自然明白康熙的心思 交代年庚瑶 什么都可以讲 但切记不要牵扯太子 太子可以倒台 但绝不能倒在我四爷手上 年庚瑶是个顶级能臣 这样的人放到现在 一定会单干创业 吴先生建议 在他身边安插亲信 以防不测 接下来的剧情 就是李渭与翠儿 偷情被抓包 并绑在了树上 那么巧 刚好被年庚瑶撞倒 等交代完正事 年庚瑶就做宝 求四爷放了李渭 并主动要求 收到帐下做助手 就这么翠儿 由福晋做梅 嫁给了李渭 并跟着年庚瑶 同时做四爷的密探 这个安排还有个用意 让李渭远离北京 也被当铺的人认出来 翠儿嫁给李渭 最郁闷的是高福 快被八爷的手下认出 蛋壳一裂缝 就有苍蝇围上来 高福稀里糊涂的 把熟档的事交代了 其中有个信息 八爷极感兴趣 太子曾写了一封密信 给人不安 上面写着 用刘八女的命 换百官行处 这东西唠到手上 就是太子乱政的石锤 八爷手下展开行动 用一个妓女 把高福整得五迷三道 并送了一栋宅子 高福刚失掉了翠儿 感情空窗期 哪玩的过 在四九成混的老油子 就着了道 还好十三爷 及时听到风声 告诉了四爷 当晚吴先生上门 小之一里 动之一情 高福本来就害怕 全突露了 于是吴先生将计就计 故意让高福 把密信送去给八爷 八爷打开一看 乐得花枝乱颤 这信如果到了康熙手上 那太子迎人 离二次备废就不远了 要点是由谁出头递刀子 经过分析 十四爷硬提最合适 他管辖兵部 江夏镇死了一百多绿营兵 正好借着调查之名 上折子把信捅上去 再就是康熙对十四爷的 印象不差 上次撒泼却升官 就能看出来 十四爷当然明白 自己是八爷的子弹 但还是爽快的同意了 接下来导演安排 四爷在佛堂的戏 看似和主线没什么关系 他问和尚 为何我一想到江山设计 就有无穷无尽的烦恼呢 有江山便不该有我 有国便不能有家 这段放在这儿 是有用意的 刚表现完十四爷 四爷就发了一通感慨 而他们是一母所生的亲兄弟 暗示着马上要登场的交锋 然而十四爷不是个铁憨憨 他确实把太子的密信上交 却并没有递调查报告 相当于社交媒体上直转发 却不写态度观点 康熙和张廷玉都很纳闷 看来臭小子学乖了 知道这个雷不能碰 有了这封密信 球又踢给了康熙 太子废还是不废 这是个问题 废吧千九万代的史书里 指不定怎么埋怠我 不废又不放心 把江山交给印人治理 康熙几十年的皇帝不是白干的 见招拆招 来了个更骚的操作 张廷玉的担心不无道理 如果太子做困兽之斗 皇帝远在南京 保不齐会有什么乱子 御驾在外 宫里起火的事 史书上一抓一大把 康熙当然明白人心的复杂 文事已武备之 所以立刻密旨 部署警戒 主要是交代四爷印针 龙科多与十四爷 但凡太子动了谋反的心思 立刻铁拳按倒 不日太子收到了皇阿玛寄来的信 瞬间明白了一切 现在面前有两条路 一是请罪 二是起兵 正躊躇之际 手下人坐不住了 纷纷怂恿太子拼一把 没准就提前改朝换代了 计划分为内外两步走 在皇帝回京之日 让龚索图带两万兵马在密云拦截逮捕 另外撤掉龙科多九门提督之职 掌控金城军备 由此能看出龙科多的重要了 只要逼迫康熙签下退位诏书 事儿就成了 八爷也听到风声 判断这次太子彻底完蛋 八爷知道自己被老爸拉了黑名单没戏 所以嘱咐十四爷印提 全力争取太子之位 太子现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结党可不是放烟花 说散就散 手下人本身就是一种需要喂饱的力量 如果此时太子不从 被弄死的可能性都有 看吧 各方刺激而动 四爷先干了一件腹黑事 命随身太监高雾庸 毒杀被八爷手下蛊惑的高福 是他将密信送出 如果一长串查下来 会牵出一大片 所以必须死 此时无私道并不知情 人到的时候 高福已是冰冷的尸体 下面的关节点是九门提督龙科多 四爷把他叫来面授机遗 然后带人进宫 发现遇嫌侍卫换了一茬 瞬间产生不祥的预感 果然太子发了手谕 宣布撤掉龙科多的职务 由心腹托和其接替 一切都在康熙的算计之内 龙科多面对太子的手谕 不卑不亢 掏出一张更管用的 金交封台大营 也是风声鹤唳 十四爷立刻带兵 赶往命云护驾 此时的太子爷在干嘛呢 他困坐愁成 一步步走向深渊 四爷应提 劝二哥急早回头 太子这番话 确实是肺腑之言 被连废了两次 果然是有生活 抓住了兵权与金城位数 下面就简单了 龚索图还在命运 等着劫持皇帝 却等来了十四爷的大军 苍熙决胜千里之外 带到北京时 屋子已打扫干净 没有任何意外 太子因人再次被废 同时躺枪的 还有耿直的十三爷印祥 他的罪名是谋杀郑春华 以及擅自下令剿灭江夏镇 被无限期圈进宗人府 眼睛一闭一睁 七年过去了 皇孙弘历已经长成个半大小子 能和皇爷爷比划剑法了 自从太子被废 康熙并未立太子 省得大家惦记又搞党争 还不如烂在肚子里 等临死前再公布 此时最让康熙揪心的是西北的战士 康熙56年 蒙古准够韩国 又又起兵叛乱 大韩策望阿拉布坦 出兵西藏 迅速占领拉萨 而去平叛的清朝六万大军 竟然全军覆没 接到军报 康熙没心情看戏 急招四爷与十四爷进攻商议 准个儿肯定是要搅的 核心问题是谁做领兵的大将军王 八爷判断 谁能当很可能就是皇位的继承人 毕竟军权太重要了 八爷集团的策略是先提名八爷 不行十四爷顶上双保险 四爷想借机 把囚禁宗人府的十三爷印翔救出来 公认各位皇子中 他的带兵能力最强 为国疏难是个再合适不过的理由 四爷对这个弟弟是全身心的疼爱 真实的历史中也是如此 看到印翔在宗人府拉里拉他 眼看人要废了 四爷眼眶里勤满了泪水 而乌斯道并不看好 因为十三爷的外公是蒙古大汗 现在打的又是准格尔布 就算实际上毫无勾连也得避嫌 并放出狠话 如果举剑印翔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吴先生不光会批判还能提见识性的意见 西北用兵看起来打的是军队 其实根本是钱粮 将士再能打没吃没喝也没用 先前折损的六丸大军就是后援出了问题 带兵将军处处撤走 背后是八爷集团在搞鬼 要的就是把军权搞到手 吴斯道料定 打将军王一定是十四爷硬提的 四爷现在应当争取钱粮的调拨拳 西北打仗直接后援单位是陕甘总督 这个职位必须拼到 看来看去还是年耕摇合适 四川去闪甘抬脚就到 这其实也是康熙乐于看到的 如果钱军粮都归八爷集团挟制 早晚要出事 没几天就是应征应提亲娘得飞的寿臣 年耕摇送来丰厚贺礼 兄弟俩出发前四爷向十四爷透了风 我支持你做大将军王 你支持年耕摇任闪甘总督 朝堂之上 康熙与应征演了一出心照不宣 事就这么定了 不日四爷接到李渭密报 说年耕摇已进京 但这事四爷提前并不知晓 心下生了猜忌 难道这小的要反谁 年耕摇确实已到京 第一时间被刚上任的十四爷薅住 并带去了八爷府 造成了一种多亏我你才升官的感觉 他们很明白年耕摇是四爷的人 必然不顾代价的拉拢 以保证战场的后援不掉链子 当年八爷保举年耕摇做四川提督就是买雷 一步步的瓦解四爷集团 小样翅膀还没长硬就想飞 四爷马上去立步 拿走了闪甘总督任命的文书 在八爷那儿的年耕摇一听 知道犯了忌讳 赶紧到四爷府上跪地赔罪 四爷气了一通阴阳怪气 他心里边就没有我这个主子 我哪里还敢认他这个奴才 他俩的关系历史上很有名 互相往来的书信甚至到了肉麻的地步 说好的一辈子少一分一秒都不行 在聚集的后半部分 我会重点拆袭这俩大宝贝 雷霆与露皆是军恩 戏作足了 该喂堂还是得喂 年耕摇是协制十四爷 也就是军权的关节 既是公事也是私事 十万大军出征的那一天 康熙皇帝到德胜门送行 并亲手向十四阿哥赠予宝剑 期许他德胜还朝 这样的高姿态 让朝野上下解读为一种非正式的加冕 全而未觉得皇位继承者 大概就是十四爷硬提了 德胜门之后 接的是红竹洞房 四爷娶了年更阳的妹妹秋月为侧附近 双方都明白是政治联姻 典礼一结束 新郎四爷就回书房干活 附近进来 劝丈夫不要冷落秋月 公元1722年 是康熙登基满60年 跨61年的大庆 民间自发张登节彩庆贺 而宫里却并没有什么动静 现在争夺皇位的万米长跑 只剩下最后一千米 各方势力卯足了劲冲刺 八爷写信给西北前线的十四爷 说时机未到不可出兵 如果太快得胜还朝 那兵权就得交回去 于争权不利 而十四爷却认为 这是八爷怕他功高盖术 从军事方面分析 现在正是必其功于一役 给皇帝老爸献个捷报大寿礼的好机会 要进兵先要团结内部意志 于是他故意挑拨八爷与主将厄伦带的关系 拿出一封密信 说八爷背后捅刀子 弄得厄伦带义愤填膺 死心塌地的跟着十四爷干 鉴于十四爷是个智甲小能手 曾伪造过太子的调兵令 这封信就是他伪造的 搞定内部 下面最重要的是粮草 十四爷多次催促闪干总督年公瑶送粮 却被各种理由拖延 年公瑶一直在等四爷的回复 四爷倒是没有寻思 命令速将粮草运去 以免误了军情大事 粮草一到十四爷心中有了底 率领大军全线出击 有种王朝里对战争场面渲染比较糊弄 笔划两下意思到了即可 康熙爷在北京看到捷报 欣喜之行异欲言表 这才是他最想要的贺礼 西北打了胜仗 宫里可算有了喜庆的气息 连李卫也带着七儿进京了 他从驻守到支县 再到现在的四品粮道 虽然文化程度低 但人品正值做了不少好事 在民间口碑甚佳 当然密探的工作也不错 进了京自然先拜会主子四爷 主仆多年没见 还是如往常般的亲切 李卫随后来到好兄弟高福 曾住过的小屋 这里遍地珠网废弃已久 李卫大概也清楚 他做了政治牺牲品 无私道劝李卫想开点 为官一日造福一方 现在跟着四爷干就踏踏实实了 十四爷西北平叛大捷 派主将俄伦带快马赶回京城 为皇阿玛送贺礼 这是一块天石 也就是陨石 上面的自然纹路隐隐戳戳的 能脑补出一个寿子 极为难得 本来十四爷是八爷吃鳖后 推出的代理人 祝他登上皇位也未尝不可 但代理人的首要条件是听话 我不给的 你不能抢 我给你的 不能拒绝 但十四爷不听劝阻 执意出兵 打了胜仗 让八爷嗅到了一丝反骨气息 这是想效仿杨广夺楚啊 杰阿哥一合计 就在寿礼上做手脚 让老十四做辣 不日庆典开始 各皇子分别呈上礼物为父亲祝寿 三爷编写了一本大书 终于完工 而四爷印针 交上了一份十三爷印祥 用鲜血赐血的孝经 印祥自从受太子案的牵连 已被圈禁在宗人府整整十年 四爷希望借着喜事 能求得皇帝开恩释放 康熙这次最看重的礼物 无疑是十四爷的 大将军王剿灭叛军可喜可贺 厄伦代喜滋滋的把锦盒奉上 却没想到差点把命丢掉 厄伦代大呼冤枉 我只是个快递小哥 鬼知道天使怎么变成死鹰 真是比斗鹅还冤 现场瞬间乱作一团 康熙动若观火 厄伦代绝不会是主谋 一定是政治斗争的漩涡中 哪个二个下半子 心中突然感到空前的孤独落寞 在寿臣上搞事情 这摆明了不想要老爸活 哀莫大于心思 康熙眼看就要不行了 前太子印人的老师王善 求见四爷 希望他能力争当上皇帝 为什么要插入这个配角呢 是因为一段往事 王善给四爷提了个醒 说您十多年前 暗中和十三爷救下嫔妃 郑春华的事 八爷那边早知道 就是要到关键时刻下套用 作为皇子 竟然常年养着个嫔妃 算怎么回事 当年要是有狗仔 必然登上京城娱乐版的头条 上纲上线的说 这属于欺君 王师傅自告奋勇 说只要您四爷发话 我就去羞辱一番 必让他自尽 也就除去了祸根 四爷显得很为难 他曾答应十三弟 要保证春华周全 但这个女人确实是个弱点 只能默许王善 却把他修死 接下来微妙了 皇上立刻下旨 免去王善一切职务 帝送元吉 为什么会有这段支线情节呢 里面大有学问 从中可以看出 康熙帝的老谋身算 王善是太子党的铁杆 太子二次被废 他早已没有任何势力 又怎么会知道 郑春华被四爷救下的事呢 一定是皇帝告知的 并让他拐着弯 将郑春华搞死 罢官就是个行动暗号 这一切都是为了 四爷应征的继位 扫清障碍 他身上不能有一丝黑点 有黑点就删除他 王师傅的劝死 KPI圆满完成 郑春华是明白人 知道这天迟早会来慷慨父子 王善并没有坐轿地回元吉老家 而是直接喝毒酒回了老家 王师傅死得坦然 他明白只要四爷应征登上大位 太子的命和皇家的脸面 也就保住了 康熙接下来一招更绝 下了道打击面极广的旨意 暂停上书房两位大臣 以及四爷应征 八爷应寺的一切职务 留官后效 四爷应征有点泄气 这摆明了十位十四帝的登基铺路 但无私道的解读完全不同 皇帝如此不分青红皂白 恰恰是为了稳住局面 让所有人收敛 而只要稳住就对四爷有利 先前受宴送死鹰的事 康熙并未彻查 其实要查是非常容易的 但这样刚好着了八爷的道 查十四爷可能会造成兵变 西北十万大军不是闹着玩的 查八爷会获起萧强 现在四爷八爷集团都心知肚明 最关键的摇摆力量 正是九门提督龙科多 他掌管金城防务 手上有两万兵马 争取到龙科多的支持 皇位就靠谱了 龙科多当然明白 屁股坐在了火山口 于是跑去求教 被罢官的六叔同国为 这个桥段足以证明 当年朝堂上的反水 是做戏给皇帝看 除了龙科多 还有一个人可以指望 就是被圈禁十年的十三爷印祥 他多年带兵 丰台大营的将军 很多是亲手带出来的旧部 只要印祥出狱 就有机会稳住 不过现在皇帝不开口 谁也没辙 四爷就拿着酒先去透风 圈禁十年 实在意的锐气 被磨折了不少 但还是坚定的忠于四爷 并点了几个旧部的人名 也许到关键时刻 能用得上 龙科多左等右等 正于等来了皇帝的召见 康熙已在弥留中 看来这个冬天很难挺过去 一共下了两道诏书 上来先打了个巴掌 说你串通八爷十四爷 图谋不轨 直接把龙科多吓尿 然后再宣读第二份 诏书中并未提到四爷应征 康熙把传位诏书 放在了乾清宫 正大光明牌匾后 到时就会揭晓 但其实结合第一道指 也可以用排除法锁定四爷 龙科多是个聪明人 无需说得那么明白 接下来皇上给龙科多 看了那柄多年前 他为了还债当掉的宝刀 原来是康熙一直刻意压制龙科多 就是在关键时候才亮出 用在刀刃上 如此一番操作 龙科多自然对康熙死心踏地 这一天入夜 皇城上下一片肃杀 戒言令传遍全城 康熙命阿哥们到畅春园后指 胡先生判断皇上大献已到 并做了相关的部署 连绵二十多年的九子夺敌 今晚将绝出结果 各方立刻行动了起来 然而刚进攻 贴身侍卫张五哥 就引着四爷从偏门 先进入畅春园 却把其他阿哥挡在了门外 等进得内殿 床榻上是奄奄一息的皇帝 身边站着张廷玉总重臣 此时再也无需打雅弥 康熙跟四子应征 讲了掏心窝子的话 八哥应四 处处雪震 即便他的宽人是真的 也只会把我大清江山 彻底毁坏 十四阿哥嘛 可是他胆子过大 而胸襟下小 十三阿哥嘛 他的心底是光明的 重轻易 可是他饥饿如仇 不会全变 朕全境了他十年 就是怕他一时冲动 闯下大祸 有了这十年的教训 可以做好你的帮手了 你一定能够刷新理智 匡不振的过失 善待你的兄弟 善待你的臣 说完这番话 侍卫放众皇子进入 康熙在众人面前 宣布传位于四阿哥应征 说完就咽气了 要命的是 最后一句话 声音有点小 抓着没听清的油头 八爷集团坚决不认账 一切都在康熙的预料中 张廷玉命人 去前进宫的正大光明牌匾后 拿正式的传位诏书 暂时把四爷应征 请去片殿等候 光哭和解决不了问题 四爷赶紧命张五哥 拿出皇帝的金牌令件 让他速去交与吴思道 并一计行事 吴先生看到金牌令件 知道四爷已继位 但座位远谈不上牢固 立刻拿令件 去宗人府释放 十三爷应祥 并赶到了丰台大营 丰台大营的将军 是八爷的党羽 金牌令件 这种高级货 他也认识 再加上十三爷 多年在军中的威望 兵部血刃 稳住了军族 让八爷武力 逼宫的如意算盘泡汤 唱春园里的阿哥们 依然不服 此时龙科多站出来 宣读了康熙的传位旨意 他现在手握 京城所有的武装力量 自然可以一锤定音 专制各种不服 至于民间野史盛传的四爷应真 把十四子 改成四子的篡位之势 严肃使学界 早有公论 不可能 除了爵位 书写规范不合外 传位诏书 会有满汉两种文字写成 汉字能加两笔魔改 满文就没办法了 眼看内外皆出 八爷心里不爽也没辙 这场夺敌大戏 终以四爷应真的胜利告终 视为雍正皇帝 然而雍正的皇位 可远远没有坐稳 八爷集团不服 背后少不了 使扮子下阴招 最要命的是 远在西北的十四爷应提 他手上握有金兵十万 而且素有争处之心 谁也保不起 他会干出什么 曾应真变成雍正的四爷 能搞定一母所生的亲兄弟吗 雍正上位后 又如何实现 先皇的嘱托 与平生的报复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刷具废神 干视频不易 各位如果觉得做的还行 就点赞 收藏 转发来一波 点赞不破百万 工作室就地解赞 现在是调粉时间 关注电影队Top的微信公众号 会有更多精彩内容 多了视频节目 还会每周分享院线新片 海报壁纸 电影冷知识 与经典家片推荐 还时不时 荒腔走板聊一聊音乐 不吐槽也不吐蛇 安静地看看电影 品品生活 拜拜